好 看到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他马不停蹄在今天呢 又参加了企业领袖论坛 外界关注的是台积电的接班问题 张忠谋表示 提拔人才要看他未来的潜力 而不是过去的表现 张忠谋也开玩笑的说 如果要找最好最有经验的人的话呢 也不会比他来的更好 这一番言论引发了现场是哄堂大笑 每一个创办人都会像我一样 不太可能有人够强来解替我 不不好 不不好 一番超自信言论引来哄堂大笑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前一晚才和贝南客对话 隔天又起了大早 参加郑交所主办的企业伦理论坛 谈到接班选财 透露了自己严厉的一面 我训练这些副总总经理 他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回答才行 等到我要替他们回答 他们已经是被记了一个过了 关于台积电的接班人如何选 张忠谋认为能不能守护 诚信正直的价值 比远见和洞察力更重要 而经理人过去的表现绩效 居然不是排在第一位 未来的潜力是比过去的表现优异还要重要 那这个是要靠上级的判断力 一个人假如是因为他表现优异而被升 那就是一个人被就是升到一个地步 他已经是不影响 到两三百倍 因此台积电的高阶经理人薪水 比照欧洲制度 而对维系客户关系也让他感叹 似乎总是在玩零和游戏 一旦有强的竞争者进来 比如像三星 像这个英特尔 他们两个竞争者 这个是我们最近两三年 他们进来了 一旦有两三年 那客户就往往就利用 他有好几个能够跟他合作的 那每一个公司跟这个客户的关系 有点是变成这个零和游戏 张昭谋对于产业现况不愿多谈 倒是同场出席的华雅董事长高启全 表示对中国的红色供应链感到游行 中国大陆的那个对那个半导体的投资 一定是对台湾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那这影响层面 当一开始是从这个设计公司 我们的design house 然后一些包装测试开始做 所以呢 我想它的影响是 你会慢慢看到会越来越大 高启全认为 D-RAM相对不受影响 是半导体产业中 最后一个受到中国冲击的产业 而D-RAM的业绩 第二季比喻其差 第三季在手机新品上市的效应之下 渴望明朗上工 只能说电子业 面临新进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累积国际级的竞争力 才能生存下来 记者杨介苏维明台报道 又一支万元出头的中阶9G来报道 Sony Xperia C4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5.5寸的荧幕 而且呢 还有Full HD的解析度 粉嫩纤绿色外壳搭配雾面塑料材质 Xperia C4以可爱外型 强打自拍组市场 采用Android 5.0作业系统 联发科1.7GHz八核心处理器 内建2GB的RAM 16G储存空间 主相机1300万画素 而前镜头也达到了500万画素 这次拍照有什么新功能 我现在可以把你的脸 套用到我的脸上面去 瞬间变脸 而且转角度还会跟着跑 内建Sony手机招牌的照相软体功能 可以在拍照的同时 就加入可爱的特效情境 另外在台湾市场的销售 累计突破20万台的Z3 现在也推升级版Z3 Plus 前镜头从原本的200万画素 提高到了500万画素 今年从5月份开始 一直到6月 然后到下半年 我们有非常多的新机上市 我们相信 我们在中高阶的市占率上面 会有很大的拉抬 不过市场每个月都有几十款的新机推出 而且规格几乎都差不多 一万元左右的中阶机款来讲 C4和Desire 826都是5.5寸 小米4i是5寸 而这三只手机的处理器都是8核心 2GB的RAM 1300万画素的相机 价格的部分以小米的6500元最便宜 这支镜头它有500万画素 那再也就是说它有闪光灯的一个功能 那这个可能对一些可能本身比较喜欢日系手机的消费者来说的话 这样一个有主打自拍功能的手机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优先的选择 而手机市场现在更面临饱和的情况 市雕机构IDC最新下修了2015年智慧型手机的展望 预估出货成长率下修到了11.3% 还不及去年27.6%的一半 数字下滑固然也因为激起电高 但现在Android阵营没有强大的新品挑战苹果 更是市场不断萎缩的主因 记者杨志热苏维明台北报道